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面市场上会想要知道 川习会过后到底能够谈出什么内容 对股市是要带来新的利多还是更大的利空 那二方面其实今天大概也是属于法人结账的主战场 所以我想今天市场上会有一些资金呈现比较观望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 那相较于昨天为什么比较激情 昨天当然是出现一个带大量然后大涨的走势 因为昨天本身是刚好适逢摩台指的结算日 所以外资有意愿在台股指数上面做多来拉高期货的结算行情 那今天少了外资的这股力道之后 当然行情就转去为平淡 那只有零星的个股表现 那个股在拉回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不论是电子股还是传产股 其实今天普遍来讲都有一些压力出现 那么关心的焦点 我想呢不出这个两天就会有结论了 因为预定明天就是川席会 那我们针对呢这一次川席会过后 双方的谈判简单归纳为三种情境的分析 第一种情形是呢 决定把剩下的3250亿商品纳入课税 那课税其实也包含税率到底是10%或25% 如果是这个情形 那对行情来说是最为不利的 那预估呢指数将因此再做拉回 那应对的策略就建议呢减码持股 布局的方向着重在内需 还有呢受惠转单 以及呢防御型的产业 第二种情形呢 先不针对这3250亿的商品来课税 后面呢继续谈判 那整个行情呢 就会维持在区间的整理状态 那持股可以保持中性的五成水准 原先呢比较强势 不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传产股会续涨 而跌渗的电子股仍然也会有反弹的行情 第三个是市场上最期待的利多了 就是呢决定不克这3250亿商品的关税 甚至有机会的话呢 把先前2000亿商品 25%的关税调降到10%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针对华为的禁制令 能够有所放宽弹性处理 这个都是市场期待的大利多 如果是走向这样子的决议内容 那么预估盘势呢 就会呢明显的转强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的持股是可以乐观做加码的 而且强势的电子股 以及跌生的电子股 都是能够期待的 大致上呢这三个情境 不是要各位呢去瞎猜 而是把可能发生的状况呢 先做好杀盘推演 也就是呢先拟定规划 然后决定行动的方针 那投资其实真的不是靠猜测的 不是靠猜测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呢 事先百分之百就知道 最后是什么答案 但是呢一个有经验的操盘手 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是非常清楚知道 当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要马上用什么样的方式 策略来应对 所以下个礼拜 不论是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基本上呢我们已经都有了 心中的方案 那当然投资朋友你也可以 进一步去想一想 现在的持股 你要怎么样来处理 那下个礼拜 你能够呢在安心当中 去累积财富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在操作面上面来讲的话 就比较呢会 让家族朋友去尝试接受一些呢 短线的进出 短线的进出 那短线当然呢 说实在的 不足以让大家呢 去累积庞大的财富 因为你真的要赚大钱 在股市当中 其实波段是最好赚的 波段赚起来 是最有感觉也最有效率的 那短线呢相对来说 在买跟卖上面 你会增加一定的次数跟频率 这个需要呢 一些时间一些心力 但是相对得到的回报 也不会比波段来得多 但是呢 这个是因应环境之下 所需要的策略 因为现在的盘你会发现 昨天是不是大涨 很多电子股昨天很强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很多休息了 很多还拉回 所以比较说很多股票 你如果贪多 或你心存犹豫 该卖的时候没卖 就会报上报下 该进场的时候想多等 它就直接又喷出 所以因为现在的资金 就是在比速度的 大户也是做快 甚至连法人的节奏 也稍微的增加了 所以如果说散户 没有办法把一部分资金 拿来做短线 那你宁可呢 就是锁定好股票 那用时间来换空间 这个当然也是可行 但只要你是能够 按照指令 能够跟着老师来进出的人 那就请拨出一部分资金 做短线 那这个至少是 可以在当下呢 积少成多 那我把这个积少成多 把它讲清楚 很简单的概念嘛 你如果一个波段 是20%的股票 可能需要一个月 但是如果你赚5% 只需要两天 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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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下来 不要说负利的效果 讲单利就好 相加就好 不用相乘 四次下来 5% 5% 5% 是不是也是20% 这也是一个赚20%的方法 那如果行情是很强的 市场的资金 大户的心态都倾向于呢 波段续报 那当然就不用那么 看短线 然后快进快出 但是因为我说了 现在大户的资金就是走短 所以呢 必要之下 我们可能就要有这样的概念 把20%拆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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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方式来累积一些获利 那如果下个礼拜 整个市场的风向改变 大户的操作 有短变长 我们再来跟着做调整 所以不需要去预设立场 不需要去猜测 川习会后的结果 一切呢 我们就是呢 做好规划之后 看讯号来执行 那你们来讲的话呢 就是听老师的指令 按照我的简讯 按照我的电话通知 放心的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认为 基本上 整个贸易战打了一年多 川习会谈了这么久 那以今天的盘势来看 量缩小跌 表示呢 市场上其实也 没有太大的期望 甚至可以说 市场上是不敢抱 乐观的预期 因为我们的对手 是说变就变的川普 我们的对手 是还蛮固执 蛮霸道的习近平 所以说 在这边市场上 没有去做太乐观的预期 就反映在今天台股的 量缩 整理下跌 那这个就是好事 这个就是好事 因为没有期待 就不会带来重伤害 反过来说如果呢 今天还像昨天的那种行情 喷出大涨带量 然后大家都已经先卡位上车 一副好像这个周末要有呢 美好的结局要产生 那反而就麻烦了 所以我认为 今天的这个行情 是为七月份的多头 留下了伏笔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铺陈 那我认为 我们在七月 甚至八月 九月第三季的操作 是可以在省盛当中乐观前进 可以在省盛当中乐观前进 那最近短线获利放口袋的 包含亚光 太鼎 百合 邱群 还有泰塑 一档接一档 以及呢 最近的洪杰科 还有昨天出清的台光电 那甚至呢 也有当冲 玉金光 这个就是呢 一档接一档 那我们来谈一谈 这一次呢 为什么市场上 会很担心 这个3,250亿的商品课税 因为呢 有很多挂美国品牌的 资通讯产品 像手机 像笔电 挂着美国的品牌 但是它在中国制造 而这些呢 都是要销售回到美国的 如果被纳入客观税 整个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会大幅的滑落 那相关的业者的业绩动能 恐怕会有很大负面伤害 那先前呢 市场上在讨论 有关于华为的禁制令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很多美国企业 现在都开始 极力地呼吁 极力地希望 川普能够松绑 甚至据说 已经有像美光这些美国的企业 透过其他的管道 绕道而行 开始悄悄地恢复出货给华为 为什么一个中国的本土品牌 对美国业者的业绩这么重要 我带来一份数据给各位看看 直接从数据上面 你就能够感受得到 我们以华为最近的P30这一款旗舰机来看 它的零组件 这个手机里面的零组件 大概有一千多种 一千多种 那这当中呢 如果我们按照零组件的金额的占比来说 台湾的厂商大概占7.9% 韩国的厂商也差不多 占7.7% 那其中呢 日本的厂商占比就很高了 占了23% 大陆的厂商当然最多 因为华为还是比较多的手机零组件呢 是倾向于呢 在地化的生产与采购 所以入厂的零组件供应的金额占比是达到38% 至于说美国厂商的占比呢 是排第三多 16.3% 那整个华为P30的手机零组件 所需要加起来的价格 大概是363.83美金 这一支手机用到1600多个零组件 加起来是363块美金 那虽然说 刚刚我们看到 美国的厂商 它的零组件的金额占比 是占大概只有16% 但是要知道 这一支手机里面 1600多个零组件 美国的厂商只占了15种 美国只供应了15种零组件 可是它的金额占比却可以高达16% 这个比重是很高的 如果你还没有感觉 威兰老师在跟你讲一个数据 再看一次 我们刚才说日本厂商 他们的零组件占华为手机的金额占比 是占了23% 可是你要知道 这23%的零组件 它是由800多种零组件所构成的 800多种的产品 只创造了23%的金额 跟16%的15种零组件 创造16%的金额占比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高端的部分 比较贵的零组件 都是美国所生产 所提供给华为的 所以这张图表 最重要就是告诉各位 为什么美国很在意很害怕 并不是说少了一个华为 那用其他的来填补 高端的部分 事实上 华为非常需要美国 而美国的企业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 不想失去中国大陆的客户 所以这个贸易战 能不能尽快地在 传统的第三季 电子旺季之前 能够有改善 或者是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协议 这个绝对会影响到 下半年电子股的业绩动能 跟整个全世界的景气 还有股市的行情 那我们谈了这么多了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 它绝对是严重的 川普的心中也很清楚 所以我认为 整个贸易战呢 前面纷纷牢牢这么多了 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 能够有一个新的 好的开始 那再强调一次 我认为整个第三季的行情 我们是可以在审慎当中 乐观前进 乐观操作 那休息一下 我们来谈一下呢 最近选股跟布局的方向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要有什么依据呢 来准备 所谓第三季 可以在审慎当中 乐观前进 乐观操作 首先呢 其实台湾大多数的 产业循环的架构里面 上半年偏向淡季的为主 下半年要进入旺季的 会比较多 这个是对于多方呢 本身就比较有利 第二点呢 其实下个星期 就是七月份 那么即将呢 要揭晓就是六月份的营收 那紧接着而来呢 又是第二季的财报 所以呢 回归到业绩 回归到数据上面的 一个选股 这个当然也是必要的内容 那我们看到 其实不管是不是有 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那有一些产业 它就是默默的耕耘 默默的赚钱 这种呢 低调的隐形冠军 其实在当前的 投资环境当中 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像生技股里面 提过很多次的 雪明耀1795美食 那因为呢 借毒的雪明耀呢 今年初已经在美国 正式的上市销售 那经过了一个 适当的一个转换期之后 现在呢 业绩要开始影响呢 一波突破成长的动能 那股价呢 最近维持高姿态的整理 从波段的角度来观察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中长期往上的格局 那我们认为 六月营收呢 就有机会呢 再次的缴出好成绩单 那下半年来讲的话 很有可能呢 单月的营收 年增率月增率都会很强 甚至呢 有机会屡创历史新高 那大致上呢 精明两年 这两年呢 会是美食 展现出它大爆发的业绩 那另外呢 喜盛依财的邦特 产业趋势聚焦在呢 菲律宾 那当地的喜盛的人口渗透率呢 低 但是成长率高 这个呢 就是一个正确的投资 正确的方向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股价这一波 很明显的 走出一条呢 跟大盘跟贸易战 完全无关的格局 这个也是 很显然的 中长多的格局 五月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乐观期待 最快呢 六月份 就能够再度的 改写历史新高 那另外呢 那营建股2548 华固是我们持续看好 而且追踪的一档 稳定的高值率价值股 那华固呢 下半年开始 可以说是营收业绩 火力全开 因为呢 有三个以上的指标大案 有的是完工 然后百分之百完销 那有的呢 销售率也达到了六七成 所以这些业绩 都已经呢 放在那边 就等了完工之后入账 所以这个业绩 其实经过计算 大概呢 这个七八成 甚至八九成的掌握度 是有的 这个业绩的能见度 掌握度是非常高的 下半年营收呢 估计都会是大爆发 年增率来讲的话 可能越越都有机会呢 是YOY翻一倍以上 那全年度EPS呢 更是有机会呢 惊喜的来挑战 年度的新高记录 所以说这种 好公司 它的一个投资属性 你一定要愿意 给它一点时间 因为营建股 营建产业 它的行业属性 本来就是如此 它不像电子股 可能你突然发表了一个新产品 或你突然所谓接到一个订单 它有那个话题性 瞬间就引蓝 大爆发 但是营建股呢 在电子股都是大幅度喷出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好 但是当贸易战打过来打过去 或电子股波段拉回的时候 你就知道营建股的价值 就会开始浮现 那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出席 除息 那除息5块钱来讲的话 这个殖利率 其实也算是相对不错的 那如果再以明年的 可能的殖利率来推估 一定会更高 因为今年如果获利创新高 明年有机会呢 起码配到8块钱以上 所以今明年的殖利率 大家不妨动手算一算 其实一档好股票 只要你愿意耐心的去追踪 去持有它 我相信呢 这个收获呢 时间拉长会让大家很满意的 那另外来说的话 华盐呢 是一档长期多头的格局 我说过 现在大概130元附近的股价 是回到了当初 这个SHE 这个合约到期的时候的股价 那我们知道SHE呢 是华盐旗下最重要的 这个明星团体 那过去呢 当然带来很多的营收 那去年9月到期之后 没有再续约 离开了华盐公司 那虽然呢 他们离开了 就没有办法带来一些演唱会啦 商业活动的营收 但是呢 以前SHE的很多畅销作品 这些著名的歌曲 授权在各大音乐平台 包含台湾 包含中国大陆 而这些音乐平台 它其实就会带来一些高毛利的授权收入 那现在华盐其实就转变为呢 是以授权收入为主 这一块的占比一直在增加 而授权收入 因为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所以它的毛利很高 那所以当这一块的比重增加的时候 公司虽然你看不出 它有什么特别的营收动能 可是获利的表现会很惊人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再来是不是要看第二季的财报 那你先看第一季的华盐 毛利率就已经高达到68.49% 是历史新高 而且净利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七成 第二季绝对也是好成绩单 好成绩单 所以这个是长线多头的格局 目前千张大户的持股比 也已经超过55%了 那我们也就安心的续报当中 那今天稍微有一点震荡压回是普风 不过普遍来讲 今天盘面当中 食品股都有一些修正的压力 所以这个跟基本面无关 也不是公司有什么问题 最主要就是整体今天的食品股 有一个短线的获利了结压力 但是第二季本身营运目前的状况就很好 所以六月营收也可以乐观的期待 第三季也要进入传统的中元节的旺季 所以业绩还会再更上一层楼 以目前在食品股来看 普风它的营收成长性高 获利也漂亮 但是本一笔却相对矮了一截 所以看起来这个股价应该还有再上修的空间 而且这个空间也不小 那这个礼拜其实已经出现了带量的突破 那只是在突破之后又接连了 量缩休息整理两天 那目前来看量价关系其实还是维持得很好 并没有失控 那至于说电子股的部分呢 当然就还是要在短线跟趋势上面要并行 除了刚刚上一阶段我们提到 有一些我们都是已经短线获利入带的 那那些个股其实如果盘式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转变 我们就会考虑持续来回做 但是也有一些呢 我们就是用趋势 用波段单的方式来操作的 包含呢 这一路涨不停的性能高 真的是涨不停 直到呢本周是才有一个带量的喷出 那我想呢这个已经在预告 接下来因为第三季开始 新的产能要开出了 那原本目前的性能高的月产能是400万颗 那昆山二厂规划的产能满载的话是500万颗 那第一个阶段会先开出100万颗 到年底再增加200万颗 那估计呢 如果以净利率10%来算的话 每100万颗新产能就可以贡献EPS0.8元 因此当500万颗完全的量产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可以带EPS 大概有贡献到4块钱 所以呢这个长期来讲的话 获利呢是倍增的动能 也是非常非常惊人 散热的部分 齐鸿呢是华为的5G基地台供应商 那随着呢中国已经开始提早5G基地台建置 这个业绩会越来越好 那将来也有机会呢进入到5G手机的供应链 股价呢这个礼拜整理的姿态非常的高 随时都可能突破往上 那如果你想要赢在旗袍田 第三季的行情一定呢要赶紧把握 好好的冲刺一下 那这个望远镜的活动 要告诉大家 就是到这个礼拜哦 就到本周的周日为止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文老师的投资规划布局 那你不妨呢选择一个对你自己 最实用而且划算的方法 望远镜的活动把握住 最后三天倒数即时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下周见